那我之前談過愛之夢啊 其實答案應該是第一場吧 好像是這個 其實答案非常久了 第一場是這個時候 然後後來一直到現在 然後當然寫 作曲家寫愛情的事情實在太多了 那我們 因為像我們這一次的音樂會有很多東西都移了 我相信說李森他曾經改編過 歌劇就是那個弄成 然後他的那個有一段很有名的四重唱這樣 這個這也放不進去 然後他有一些其他作曲家的 寫一些他的愛情的事情也很多都放不進去 但我已經盡量把東西放進去了啦 那如果之後還有其他你都會再放 放進去再做part two這樣 那今天開始的時候呢 是從一個叫帕海貝爾的這個曲子 可是這個曲子其實是 大家都知道 可是大家其實都知道這個曲子 但大家都不知道這個人到底是幹嘛這樣 那如果你去找網路的資料 基本上你也找不到什麼 因為他其實是一個蠻默默無名的人 可是其實他也沒有到默默無名到五 很誇張 其實他在那個年代也算是有一點名氣的 因為他在其實 他在一個叫紐倫堡的地方 當過國際市 當然這是一個城市啦 可是他可能在裡面一個很大的教堂這樣 如果以現在來講的話 就是可能是台灣的什麼北市教的指揮 差不多像這樣 那可是他死了之後幾百年之後 大家當然還是覺得這個人沒有什麼名氣嘛 因為他畢竟不是什麼柏林愛樂的指揮這樣 可是也不代表說這個人真的對我完全不行這樣 然後更忘了在那個年代 那紐倫堡這個地方也非常的有意思 就是他是在紐倫堡出生的 可是他也死在紐倫堡 他工作也在紐倫堡這樣 可是他中間有出去別的地方 那帕海貝爾出生的時候呢 還是在巴洛克之前嘛 那帕海貝爾他其實是在巴哈更早之前 現在我們在聽古典語大家都會從巴哈開始 或者是維瓦帝吧 對 那巴哈維瓦帝 那其實他是巴哈哥哥的老師 基本上他跟巴哈沒有關係這樣 沒有什麼交際 他就是巴哈哥哥的老師 是巴哈姐姐的教父 對 理論上應該是他就是有點印象到巴哈 可是是理論上 不是說真的教了巴哈 因為大家知道巴哈跟他哥哥差很多這樣 對 巴哈姐姐姐很小 那而且 這首曲子的時候呢 大家最熟悉的 就永遠都是終結的那一段旋律 那 再講一件事情 什麼是卡農這件事情是 卡農是一種形式 卡農 然後有一個東西叫Pasacalia 然後有一個東西叫做Pasostinato 然後再有一個東西叫下抗 這四種東西很像 那常常會考慮 那我以前講什麼是叫Pasostinato Pasostinato 中文翻成頑固低音 就是有一段低音的旋律 它從頭到頭都一直持續 它叫做頑固低音 就是這個東西都一直持續 最有名的頑固低音 現在有一首曲子叫做 有一個現代作家叫雪子 他寫過一個頑固低音是這樣 就是它那個左手的音樂會一直持續 然後貫穿整個曲子 基本上那個低音是不能改變 這叫頑固低 那什麼叫Pasacalia Pasacalia就是它有一段很高音的旋律 但是它從頭到尾都只有那段旋律 它都不能改變 它叫做Pasacalia 最有名的Pasacalia 應該是巴哈寫的 可是因為它是一個管弦樂團 所以我其實這樣沒辦法彈出來 可是我可以稍微做一個可能性的管 Pasacalia 像說這樣子 如果今天我們有一段旋律 啊 大家知道這個嗎 就是在捷運上聽到 像往來夜巡 你在捷運上聽到 大家知道它是哪一條線 它是綠色的哪一條 對對對 它四條線的近戰各不同 對對對 它是綠色 就是你去綠色的車 然後它什麼時候播放 就是車子進來的時候 它才播放 對對對 你們知道紅線進場是這樣嗎 紅色的線 如果你搭到紅色的線 你看是不是 你搭到紅色的線的時候 這個 車子進來的時候 它其實是這個啊 呵呵 這個還是聽 我先聽 沒有在聽 這個就是複雜 基本上就聽 我剛剛都在塞了幾次 對對對 然後那個 綠色的線是你剛剛那一首 是嗎 對對對 綠色的線是我剛剛那個 對 然後 可是大家如果聽到說它不是這個伴奏 它旋律是這個嗎 可是它是有點類似爵士風格的 那個就叫 就是它的 雖上面的那個 旋律不變 但是它下面的伴奏 它改變 這個東西叫 可是這個旋律要 在這首歌一直持續 一直持續 一直持續 這樣它就叫 所以其實簡單來講 Passo ostinato 就是低音 永遠不改變 Pasacalia就是 最高音的旋律 永遠不改變 那什麼是小抗 下抗最有名的就是這個啊 把他寫的 那個小提琴那個 就我很喜歡這一首 如果以後有機會彈吧 什麼是小抗呢 小抗其實我們現在聽音樂最常聽到的形式 只是我們不知道它是小抗 現在我們每次如果 特別是 好像你兒子的那個年代啊 他們聽到像說或者是 比較你 現在等會聽 你們那有一個 叫Rock的樂團剛過是自殺 那個叫Linkin Park 你知道嗎 Linkin Park 就是 有部片是什麼環太平衡 有部電影 就是那個編曲就是它寫的 就是 就是我們現在聽到的流行音樂 特別是搖滾樂 它會固定四五個和弦一直進行 像說 像說這樣子 然後這個音樂就會在這個四個和弦的 一直進行當中出現 像說 這就是黑色那個Rock的音樂嗎 這就是黑色那個Rock的音樂嗎 那你可以一直在這個和弦裡面 但是彈其他的音樂 那這就是Rock 真的我們現在聽很多音樂都是 或者你聽BTI流行音樂 它也會按照這個方式做 可是 對 就是說它把它的和弦進行 我們叫做和聲進行 就是它每個和弦固定 它說這個和弦就第一個小節出現 第二個小節出現這個和弦 第三小節出現這個和弦 第三小節出現這個和弦 然後第五個小節又回到第一個和弦 然後一直重複這件事情的時候 可是它可以改變高音低音 改變音樂的形式 可是和弦永遠不改變 絕是一個最常作者的事情 這個是不是東西叫下坑 那巴哈那一首下坑就是這樣寫的 它是這個和弦 然後 然後這個和弦 這個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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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反正前面這個 然後你們可以回去聽 就你們給我聽這個 有張照片 你就回去聽 然後這個和弦的進體 其實永遠不會改變 這叫下坑 所以其實下坑是一直生活在我們周遭的每一件事情上 這就是下坑 那之後呢 卡農是什麼呢 卡農我最喜歡用的例子就是兩隻老虎 就是卡農就是說有一段旋律出來之後 另外一段一模一樣的旋律 然後跟在它後面 音也不能改變 節奏也不能改變 什麼都不能改變 但是它卻可以合起來 它就叫做卡農 像這樣 就是兩隻老虎 這是兩隻老虎 好 然後這隻我現在先 這隻手先彈第一個旋律 然後第二 然後我現在接下去喔 這可以聽的 這時候它就變成 說不可以 等一下 說不得 醃